网友评论,此前刷到一个相亲去世,河南一农村有个离异女子相亲,相亲嘛,都是比较干脆直接,就跟HR招聘似的,以女方家为面试地址,以女方及女方家人为面试官,随后,相亲男子按时赴约,接受考验。 这个离异女子一上午相亲六个,有些是离异,有些是未婚,但有意思的是,六个男人无一例外,全部相中了女方。 有邻居拍到,相亲男子都是小伙,很年轻,什么样的女子,能瞬间赢得六个男士的青睐? 相亲女子身穿短裤长靴,手指纤细,皮肤白皙,虽然脸部有达马赛克,但还是能看出,相貌应该不赖。 这张照片引起网友热议,不少网友感慨,漂亮女人果然不仇嫁,这种解释没问题。 可在我看来,离异女再很抢手的一个更深刺的原因,是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 在有些地区,适婚男性数量远高于女性。 网友评论,真的幸福就不用离婚了。 我第一个年龄小,被人轰轰就走了,大我五岁,家里穷,结婚后家暴。 婚姻不到五年,实在是害怕就离了。 第二个目前没离,但是每天都煎熬,她总骗我。 五年,她借网待我知道的两次,拆东墙,补西墙。 我知道的欠款有十六万,每次发工资都不和我说实数。 孩子我自己带,生活费我自己出,她在外地上班经常联系不上。 没有人想二婚,三婚。 女人都想安稳过日子的,奈何男人太差。 网友评论,我邻居男生三十多岁,个子不高正常长相,自己做青蛙养殖,外加十来头牛。 耍儿的女朋友,打算月底结婚。 女的比邻居大还带着个女儿,街上买了个房子,说贷款还有三十多万没还。 男方得帮忙还,家里没装修,男方给装修了,彩礼不多,只要五万。 大瓜来了,女方不跟男方领结婚证的。 说观察一年,这是结奶门子婚吗?感觉女的像骗子。 大家都劝邻居,居然她要观察一年,就等一年才举办婚礼呗。 她非要结。 网友评论,身边最近的,我老公的姐姐,小姑子结婚生一个女儿离婚了。 给了前夫,现在又找了一个投婚的,两套房,一辆车。 没房贷,没车贷。 男方工作稳定,结婚彩礼八九万。 我们江苏当地的彩礼,都是六点六W,或八点八W。 婚后给了她七八十万现金,她都存自己账户了。 她本人身材,长相,文化,都是普通的,不能再普通了,比一婚还吃香。 网友评论,最好不要找带孩子的,除非你自己真的接受付出很多。 我离婚未遇,有人介绍带孩子的我直接拒绝。 后来姻缘巧合,我认识个带孩子的,我很喜欢她。 谈了两个月,也是因为孩子分手了。 后来别人给我介绍的,要么离过,没孩子条件非常好,要么是未婚的,现在也是正在了解着介绍的,也是未婚的。 网友评论,我公司有一个女生,一米七,偏胖显得很壮实,长相不出众。 年龄小时不懂事生了的孩子,后来离婚了,一般在外让孩子喊自己姑姑。 二婚节的军人,有车有房还有钱,长得也帅,非要让人家爸妈买的婚房,写自己的名字,人家不愿意。 直接离了,那个军人就请假为了结婚,直接投婚变二婚。 网友评论,我表妹三婚,五个娃,目前也就二十几岁。 我堂姐三婚,三个娃,目前三十几岁。 他们最后,都找了条件优越的人。 而我,投婚,老公还是没车,没房没存款。 欠下几十万债务的人,没有勇气离婚。 不是因为爱,是我舍不得我的儿子,他才两岁,那么可爱,怎么可以失去父爱跟母爱? 网友评论,我同是河南的,一米六多点,一百六十斤左右,但皮肤很好长得也好看。 他老公也长得不赖。 有次他生日过来加班,老公在家给他做好生日餐,叫他回家吃,他没注意听。 他老公一直打电话,连打了五十二个电话。 后面直接来公司楼下,接至今都让我觉得羡慕不已。 网友评论, 感觉自己啥都没有,原生态家庭没有爱,一把年纪工作也没有。 但是上帝唯一眷恋我,让我有了一个好婚姻。 十几年了,恩爱如初,不仅给我物质,也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。 最重要的是他很顾驾,休息时间天天和孩子在一起,我觉得好男人。 最重要的人凭手当其冲。 网友评论, 我老公妹妹,过年三十了,几万彩礼不愿意,散了。 我姐姐小姑子,三婚四个孩子,找了个大青年,还十几万彩礼。 现在二婚更吃香,我朋友前几天刚拿离婚证,这几天就准备双方建家涨了,条件更好,家里更有钱,年龄也不大。 网友评论, 我同事的邻居,四十多了,离婚带了个十二的儿子,找了个三十多未婚的,结婚给了八万八买的三十房子,为了给儿子留个屋子,贷款公婆还,公婆隔三差五就给送吃的喝的,本来准备办婚礼。 结果怀孕了,在家养胎。 网友评论, 我一家的表弟三十家前几天刚结婚,投婚,新娘二婚,带个六岁的女儿,还有俩女儿跟前夫,订婚三万六,买衣服一万,三斤三万多,然后白酒稀啥的。 结婚听说,彩礼十六点八万我一家在县城车子房子都给买了的。 网友评论,真人真事,我对向家那边,三十多岁,难得找个女的,女方带求结婚,肚里孩子还是别人的。 男方说,生下来当自己孩子养,然后结了婚,女方之前的两个孩子也全部送到男方家一起养着。 最主要,男方愿意。 网友评论,现在不同了,最近听很多老人说,二婚生过孩子的更好,我就奇怪了。 原来新一代的,很多结婚不生或者不育,如果二婚有孩子的,证明能生。 最后,就是凤子成婚,想好了要先怀孕再结婚。 什么时代了? 网友评论,我打算离婚之前,还问过一个媒婆阿姨,我这样离婚好找吗? 媒婆阿姨,说好找好找,我给你介绍投婚的男士。 你长的人,有人个有个的,真的很好找。 很抱歉,我后来没离婚,为了孩子。 说不后悔都假的。 网友评论,他们离婚后,那个男的和外边的女的结婚了。 嘿,他管不到那女的。 那女的抽烟喝酒半夜出去,和另外的男人好。 嘿嘿,这个男的又后悔了。 今年又回来找他前妻,想和前妻和好。 网友评论,我是女。 单身的时候,根本不会有人介绍离异的,都是网条件好的介绍。 到我弟的时候,介绍的相亲对象,里面有二婚的,但是他176长相,也不错。 我家条件也不算差,市区有房有车,老家还有动门面房。 网友评论,真是。 我姑父和我姑离婚后,70多高龄,找了个50多的女人。 礼金要50万,就是给儿子买房的。 姑父的资产都转移给我表姐,但每月退休金也够两人开支。 说白了,就是买个高级保姆。 网友评论,我一个同事一婚老公家里穷不工作,后来带着女儿离婚。 二婚嫁了个做生意的,现在身价过亿了,上班就是消遣。 我跟他一个办公室,看他买衣服,都是上万的女儿学,空喉一家勤,几十万好羡慕。 网友评论,真人真是。 我常理一员工三十几岁,结婚三次,剖妇产生娃六个,长得很胖,很壮实那个,三婚嫁给投婚的,彩礼钱快五十万。 南方都是一线城市,有房子工作也蛮好的,长相也可以的。 网友评论,我妈逼着我订婚,夏天回老家相亲一个,见过四五次吧,总是突然消失那种。 十天半个月不联系,这次快一个月,我是受不了。 奈何我妈还一直逼着订婚,真是快疯了。 网友评论,我们这里一个有点傻的,一婚生了,儿子离婚了,二婚生了,女儿离婚了,三婚才结。 最主要的是,人家每次结都发朋友圈,彩礼十几万,金子几十克,一样也不少。 网友评论,我以前一个同事,长得一般,离婚两个女儿,大的都上初中了,又找了个投婚,还是当兵的。 没有退役,彩礼十几万,有房有车,关键那男的长得还不错。 网友评论,何男啊,这么说吧,单身女子带着身孕,和外面男朋友,分手了,回家相亲。 二十万彩礼一分不带少的,三金五金,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啥的,一样也少不了。 网友评论,我二婚老公投婚,婚。 现在子女双全公婆健在,家里钱全在我卡里。 前夫哥家里也是这样,当时年纪小不懂事,老是吵架,放他一条生路,就是命运做人。 网友评论,我也是离婚,在家相亲,基本都是我看不上别人。 现在找了一个比我小三岁投婚的男朋友,大年三十要结婚了,彩礼二十二W三金一钻,一样不少。 网友评论,不瞒你们说,我老公他表弟娶的媳妇不是很精,他一说,只要能孩子就行。 同村的发小也是,找了一个有问题的生的孩子,不会说话。 男的是正常的。 网友评论,真人真事,我朋友四十五了,三个娃,离了两次婚,长得胖胖的, 结果碰到一个迪拜王子,人家对他一见钟情,光彩礼就给了一百万。 网友评论,我还没死呢,就有人给他介绍了,以为他很有钱, 不知道的是他没有本事赚钱,都是我赚的。 寡妇都翘首以盼,以为可以不要干活了。 呵呵,网友评论,我同学嫁了八次,最后遇到了非洲求偿的儿子, 南方彩礼给了五百万。 听说南方是津巴不韦的,非常有钱,一出手一张就上意。 网友评论,我同是河南某个地方的,说他们,那只要是个女的,没有嫁不出去的。 听他说,他们那个地方的,跟嫁娶有关的事,真的震惊我一百年。 网友评论,离八九年了,有人介绍,没有看上我的,也有我看不上的。 中间谈了一个领证前发现,被劈腿了,果断分,好渣。 对后面,我都恐惧了。 网友评论,现在三婚假嫁的,虽没二婚帅,有钱,但南方长相不差,家里条件也算好的,开一家辣条店,小日子很滋润。 真的看个人的命。 网友评论,能吃苦的人一辈子都在吃苦。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,心高气傲,总觉得两个人能挣,结果现在结婚八年了还在还债,娃还没人带。 网友评论,就有那种要死的,因为不结婚,没有人养会饿死,我有认识一个结了四次,其他不结婚的不算,反正从A已经排到J了。 网友评论,我有的时候都想去农村乡亲,农村是一天像十个,大家都支持。 城里是一次只能像一个,每次都要浪费一段时间。 网友评论,就算有光腿神器,这个天在河南这么穿,也冻个冰棍,上面的衣服也不是河南的天能搞得定的,再少也的博语容服吧。 网友评论,我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,根本没机会去认识异性,今年26了,我们家那边不流行相亲介绍对象,都是自己找的。 网友评论,把车换了,搞个普通点的,我妹朋友今年38都没嫁出去,每次相亲宝马X5开去,这正账价的出去个毛线。 网友评论,本人30年结婚不满一年,丧偶两年,没想过再找,带着孩子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,只是比较累压力大而已。 网友评论,这是不是看地区?我离一代女孩,外资总住,感觉想找差不多的,很难很难。 网友评论,果然下沉市场机会多呀,我同学好几个,Top三本说,年入七位以上,有车有房有金户,一水单身。 网友评论,我以前同事48岁,女儿都成年了,嫁给一个投婚20多岁的小伙,彩礼20万,现在孩子都一岁了。 网友评论,平均每两年结婚离婚一次,每次收彩礼20万,从20岁到40岁,来十次循环,妥妥地赚200万。 网友评论,同一个小区的,结婚五六次了,今年又结婚,还买的大金镯子大金锁,彩礼10万,还给买了辆十几万的车。 网友评论,离婚次数多的,其实和小姐,差不多。找媳妇是过日子,互相要有感情,不是找小姐脸长得好看就行。 网友评论,真人真事,我们村的79岁离老寡妇,年头上被来相亲的18岁小伙看重,彩礼直接888.88W。 网友评论,我高中英语老师,嫁了三次,一次比一次有钱,不过她长得很好看,有点像陈延熙, 学历也比较高。 网友评论,前年我这边有个,男的在外边有人了,还没离婚,正在走过程,好几个媒婆都上门给女的说清了。 网友评论,真是,有些好看优秀的姑娘边上一个追求者都没有,反倒是普通的后面一整个鱼塘,都冒样了。 网友评论,我如果结婚了,就再也不会再婚,从一个火坑跳另一个火坑去,会谈恋爱,但不会结婚,再也不结。 网友评论,爱,还不是女人要更加好的条件,只能找条件不太高的,加上两个人之间相处好就可以了。 网友评论,我觉得像编造的,女生在湖南川那么少会冷死,地面还是湿答答的,其他照片地面那么干。 网友评论,生育率低,一对夫妻可能就生那么两个,但女的离婚再嫁就不一定了,又可以多生几个娃。 网友评论,长相确实有关系,我离婚后,好多人帮我介绍,生怕我嫁不出去,比我小5.6岁的都有。 网友评论,照片里,这女的打扮和形象在农村县城里,就很脱俗了,所以,男的抢着要,关键是长得好看。 网友评论,未婚女性是不是比较少,每年过年,朋友都激动地喊着要做媒婆,每年都喊着媒姑娘。 网友评论,长相还可以,为人善良乐观有责任心,平时爱阅读运动,带得出去,带得回来。 网友评论,我也河南离异,从小到大从没有相过亲,可好奇了,想想那场景画面应该挺激动的。 网友评论,这是河南吗? 这么穿衣会就洞得送走,还有那双雨鞋,河南这个季节也不穿啊。 网友评论,都想要漂亮女人当老婆,想没想过的多优秀的男人,才能保得住这么漂亮的女人。 网友评论,羡慕一楼,我这长相也不差,结婚一分,彩礼都没有,也没办婚礼,没房没车。 网友评论,我老公一个表嫂的妈妈,找了五个老公了,现在六十多吧,去年又重新换了。 网友评论,我给我老公说,我要啥有啥,离了更有市场,你个穷鬼,哪个姑娘能看上你? 网友评论,昨天参加婚礼,新娘二婚四十八嫁给新郎,二婚三十八,彩礼十万,搞得还很隆重。 网友评论,我朋友三十六女的,二婚孩子都十多岁的,彩礼二十万,现在过得也很幸福。 网友评论,我还在犹犹豫豫,担心离婚不好找,原来离婚行情这么好啊,那我可冲了呀。 网友评论,中,宣传类不孬,丈母娘看见都想跟老丈人离婚,重找一个要二十万彩礼了。 网友评论,何难我一个,输取一个六十有孙子的彩礼十五万,他自己撒男娃都还没成嫁? 网友评论,我也是二婚彩礼,二十W四金一钻有车有房,老公投婚踏实能干,对我很好。 网友评论,我这离婚的女人,很多给你介绍对象的,都是投婚,独子,女孩太少了。 网友评论,评论里都是真的吗?你们好幸运,我身边二婚的,我觉得, 都过得不好吗?网友评论,那确实有可能,河南男女比例失调很严重, 尤其是计划生育那几年。网友评论,真人真是,我店里,有个七十岁的老太, 要四十万才七个小伙求着追。网友评论, at沙丁鱼罐头,atferialat美元,umicoatio。 网友评论,想到姐妹要离婚,去年刚开始分居,还没办手续,都有人给她介绍了。 网友评论,上次遇到一个宝妈说,他们村六十岁的老太结婚,都要求二十W彩礼。 网友评论,我也是离婚,河南人,为啥没人给我相亲?我气死了。 网友评论,很多人都喜欢娶老师,孩子生出来,不管福利还是教育都会比较好。 网友评论,充分说明了,普通人没有选择的权利,只有接受和被安排,毁灭吧。 网友评论,在农村女的很抢手,老公堂地投婚,相亲别个都给她介绍二婚的。 网友评论,这款我老公也喜欢,天天叫我穿裙子丝袜,从生了孩子就没穿了。 网友评论,山东人表示,在河南这个穿搭,真的可以吗?看样子,也没穿光腿神器。 网友评论,文维所闻,都在扯犊子,小红书就是大梦基地,人均法拉利。 网友评论,这也没太阳气吗?胖胖的,也就穿得比家里过日子的人暴露一点。 网友评论,三十五女,身高一百六十四,男二十三,身高一百八十五。 我同事,厉害。 网友评论,放屁都没声了吧?直接多了俩大黑眼睛,比二郎神还牛逼。 网友评论,所以呀,过得不如意地赶紧离婚,二手的六七个小伙子抢。 网友评论,那些人想女人想结婚想疯了,这种贴钱给我,我都不要了。 网友评论,以前是二手的东西,有性价比,现在是二手的,也消费不起。 网友评论,只有农村还是这样,传宗接代吧,借钱背债给彩礼。 哎,网友评论,九十年青岛人找互相喜欢的姑娘,真心地相爱一辈子。 网友评论,这种事在河南特别多,就河南那边的多,也不知道咋回事。 网友评论,我都离婚三年多了,一个男的不认识,我长得也不丑啊。 网友评论,我还是投婚,零六年一分没药,那时候是不是太傻了? 网友评论,未婚女都没人争,已婚女那么多人喜欢,咋回事啊? 网友评论,要是嫁给外国人,会有财力吗?会要求买房买车吗? 网友评论,离了也能过得这么好的,我也想离了,一直在煎熬。 网友评论,我领居八十岁了,嫁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中东土豪。 网友评论,河南二婚女子相亲,被六个小伙同时看中。 颜值 网友评论,我是觉得好不容易脱了坑,就再也不想入坑了。 网友评论,那不一样,你跟他们的不能比,没在一个档次上。 网友评论,不要说日久生情,一见钟情,才愿意与你日久生情。 网友评论,我离婚还在诉讼中,都有人要给我介绍这年头爱。 网友评论,河南人口全国第三,你说光棍多不多吧? 网友评论,中国男人是真的惨,就快只能和母猪交配了。 网友评论,每次都十几万,金子几十颗这样的人不傻呀。 网友评论,那是离异才抢手吗?那是因为好看才抢手。 网友评论,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长大了,就知道真有这事。 网友评论,让毒鸡汤来的再多点,满街都是离异少妇。 网友评论,都想生儿子,怪哪个呀?果还是自己吞。 网友评论,这样的结婚婚后应该不轻松,开销不小。 网友评论,我朋友大姑子,马上三婚,三个都是投婚。 网友评论,一样的,刚离的下午,要给我介绍对象了。 网友评论,三十三不婚,想谈的时候谈,想单的时候单。 网友评论,这种人这种事,值得宣扬吗?没啥骄傲的吧? 网友评论,这要是跟未婚的结婚了,大概帅得还得离。 网友评论,不,河南是关键,未生孩子四处流浪。 网友评论,比武昭青,要不就剪刀石头布? 网友评论,我怀疑,这是不是做美容业的广告宣传呢? 网友评论,中国的四千万光棍,真可悲。 网友评论,往往都是狠心的,不顾虑太多的人过得好。 网友评论,我离异就不考虑二婚了,好男人我无缘。 网友评论,不要忽略关键因素,长得漂亮。 网友评论,九十六初恋结婚,出轨离婚。 网友评论,女人对男人也一样,只要有钱就行。 网友评论,好厉害啊,离婚我都不敢再找他结婚。 网友评论,哎,河南是重灾区啊,将来不堪设想。 网友评论,果不其然,大家的眼光还是比较一致的。 网友评论,要是三婚,岂不是被十二个男子看上? 网友评论,河南不愧是中原之地,国有先贤一封。 网友评论,狐妹子都不怕冷,不针对任何人。 网友评论,年少不知阿姨好,错把妹子当成宝。 网友评论,看着别人的事,我觉得我老公还不错。 网友评论,小概率的事件也当真。 自欺欺人。 网友评论,都是合作愉快而已,没什么可羡慕的。 网友评论,这六个男人,条件应该也不会太好吧。